条题目就是这样的,在图里找回q这个constant是多少 特别找回这个triangle的面积 你会看到这条直线是穿过这个point 那我们怎么去运用这个资料呢? 这里有个非常重要的资讯 就是说,某一点hk如果是分在ax加by加c等于0 if and only if a乘h加b乘k加c等于0 即是什么意思呢?即是说,如果你知道有一点分在这条直线路的话 你就可以把x变成h,y变成k,变成新的equation 又或者反过来,如果你发现到当你把某些数字h和k 代入这个equation的时候,发觉左右两边都一样呢? 你就可以得到个结论就是hk这一点分在直线路上了 一般来说,通常我们都是用由前面推论到后面这个技术的 即是说,题目告诉你这条直线穿过哪一点 你就把这一点代入这个equation 今次也是一样 就是我们知道这条直线穿过q这一点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x是0和y是6一次过代入这条直线那里 是经常使用的 请你留意 所以这里我们就会把x是0和y是6到这条equation那里 有些书可能会把x是0和y是6 这个point到这条equation那里 但我习惯用equation的角度去写 分清楚 x是0和y是6 代入这条equation 所以你就会把3乘0加q乘6 减3q等于负6 这里留心了 3乘0就是0 q乘6就是6q 6q减3q 就剩下3q了 小心一下 6q减3q 变成3q 3q等于负6的话 两边除3 q就是负2 基本上a part就算完了 不过这里有个小小的位置要提醒大家 好 通常我们计算到q是负2之后 我们会尽快把它夺回到equation那里 将它化简 所以变成3x-2y 加12等于负6 变成3x-2y 加12等于0 接着做part b 其实part b最主要的就是找回oq和op的多长 oq的长度很容易找 其实就是这个直线的y-intercept 即是6 当然我们只用一个数值 讲长度 即是我们要找op这个长度 其实我们只要知道p的座标是多少就可以了 因为p这点就是这个直线和x-axis相交的位置 所以我们代为y等于0 在equation那里 算回x x就算是负4 即是这条直线的x-intercept是负4 也就是p这点就是负4 就是0 长度就是4 当然 所以面积就是4乘6 再随2 单位记得是square units 所以答案就是12个square units